国民党五党籍以及亲民党议员联军在表决时举手支持预算通过 最后以18票对9票再次挫败 反对这笔预算的民进党籍市议员 通过这笔1200万元基隆城市代言人的预算 18比9我们此案编列1200万预算通过 由于基隆市政府官销处编列1200万元预算 将邀请知名艺人或是虚拟偶像作为基隆的城市代言人 行销基隆市不过市长谢国良说明时 请市议员见谅下个礼拜才能公布城市代言人 我们经过评选然后这个厂商已经选出 然后再加上一些讨论跟议案也选出了我们的代言人 那我们大概在下礼拜前就下礼拜就可以公布 所以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下礼拜就会把这个我们城市的代言人把它公布出来 然后第二我们城市代言人应该有所谓的年度城市代言人 跟活动代言人就像刚刚凯琳议员讲的 能够帮我们代言我们城市的可能不止一位 有一些他可能是针对某些活动 例如我们有卤肉饭啊 我们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活动啊 等等他也可以替我们的某些活动代言 反对的民进党籍市议员认为没有具体内容 先前市政府办理的行销活动也不好 市长又不说明清楚应该删除预算 当时大家都说好谢市长新上任 我们就让新的市长做做看 当时后的议会也通过了680万的相关的预算 就是要来支持谢国防市长来推动城市代言人的这样的这件事情 这个政策 然而就现在看起来过了半年一样的时间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基隆城市代言人 到底为我们基隆市的城市观光带来何种的效益 然而现在好又要再编列所谓的1200万 说明年要持续来推动城市代言人 我想啊 给过市长新市府给过你们的机会啦 各位议员曾经也提过说 如果执行的好成效不错 我们就持续的来所谓的协助 或者是帮忙市政府 来要求市政府持续推动 然而到现在我连半点成效都没有 但是我不懂的是 为什么你今年到现在你的执行成效是这样 如果你今年的执行成效非常好的话 这1200万大家都不会有意见 可是你今年也编了也追加了 然后呢 然后就是没有然后 那明年你要再追加到1200万 又讲不出个所以然 你到底要找谁 你自己心里面总该有一个想象的人物嘛 其实议员对于城市发展规划的这个预算 其实都是支持也赞成的 但是市长你每次都说不清楚执行的细节 你刚刚说你下周才有办法公布 城市代言人是谁 那等下周我们再来讨论明年的这个预算 规划内容是什么 我们就这个东西再审 不然我们忙了一个早上 然后大家说我们为反对的反对不是 我们忙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我希望这句话也送给市长跟处长 但是支持的国民党籍市议员则认为 还是要让新任的谢国梁市长试试看 不是用一个很主题的 只有一个 这是本席跟各位建议 要让人家突出 但是问题是 今天如果说真的要找一个知名一点的 那价钱真的是 1200万怎么够呢 对不对 1200万根本都不够嘛 够想 即便说以后真的 或许也有可能会采取 或怎么样 至少官销处已经编了预算 他还要继续执行 所以我们就让官销处也有预算 继续做事情 现在已经越做越好了 现在如果说能够再把能件量 再提高的话提升的话 说实在的也会更好 不只是一位艺人 两位艺人三位艺人也行啊 虽然主席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一度先提出删除200万元的建议 看看支持和反对的议员们能不能接受 不过一场内战斗气氛浓厚 同样没有获得双方面议员的支持 议长同志委只能宣布直接举手表决 那既然大家争论不休 这个案子啊 我想就用表决的方式 但是下一个案子 我希望大家是用写上的 最后由国民党五党籍 以及亲民党议员联军 以18票对9票再次挫败 没有五党籍议员支持 反对这笔预算的民进党籍市议员 通过这笔1200万元预算 18比9我们此案编列1200万预算通过 附带决议一样 明年3月向本会提出代言计划及预期效益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